一个老疯子的徒弟 谁在乎你的死活呀 由刘学义 居静一司领衔主演的古装电视剧《花间令》播出后 收获了不少好评 收视率和话题热度都很高 紧凑的剧情 精美的浮化道 以及演员的精湛演技 都是观众喜欢看这部剧的原因 众所周知 两位主演刘学义和居静一 都是演古装剧的高手 塑造过很多经典形象 因此他们的合作 不仅CP感十足 而且还特别养眼 咱就说帅哥和美女的组合 谁能不爱呢 刘学义和居静一的表现可圈可点 一众配角也同样给力 徐百慧 赵龙豪等实力派演员的加盟 在剧中也确实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另外 《花间令》中女演员的古装扮相也是亮点 成为颜值控的最爱 其实 这些美女演员 换上现代装也同样魅力四射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一 居静一 剧中扮演杨采薇 上官职 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 在电视剧《花间令》中 居静一一人分饰两绝 前期的上官职 是个为爱疯狂的少女 她不顾一切地追求着完美的身材 即便是承受痛苦也在所不惜 后期的上官职 化身为被换脸的杨采薇 虽然容貌依旧 但她的内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两种状态的切换 居静一通过细腻的眼神戏 驾驭得游刃有余 从暗黑到温婉 她不仅成功地呈现出了不同的美感 而且还用自己的方式 诠释着角色的内心世界 展现出了演员的多面性 居静一的古装扮相不错 换上现代装的她 同样光彩照人 时尚的品味和优雅的气质 使得她在现代装的映衬下 更加璀璨夺目 感觉居静一能够轻松驾驭各种风格的现代装 无论是甜美的少女风 还是干练的职场风 她不仅能做到完美诠释 而且还能展现出别样的风采 二 吴嘉宜 剧中扮白小生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吴嘉宜扮演的白小生杨采薇最好的闺蜜 尽管有点贪财 但与杨采薇的患难之交 却让人羡慕 其实 白小生不仅是女主贴心的知己 更是得力的助手 不仅替杨采薇尽心尽力地照顾师傅 还为她打探江湖上的风吹草动 提供关键的线索 在剧中杨采薇和白小生的互动非常有爱 采薇面对攀岳时候的犹豫自苦 其实正是白小生在面对卓岚江时的自我怀疑 同样心静的姐妹相互间的鼓励 让那句宁可做了后悔 也不要错过后悔 成为感动观众的经典台词 吴嘉宜 一个名字如诗如画的女孩 她的古装形象给观众留下了英气勃发 干练利落的印象 然而 当她换上现代的装扮 那份温婉与俏皮立刻浮现出来 仿佛换了一个人 让观众忍不住发出判若两人的感慨 上面的这张照片中 吴嘉宜就像是一个林家小妹 既亲切又自然 你能把她和花间令中的白小生联系在一起吗 三 徐百慧 剧中扮演青帝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在花间令中 徐百慧所扮演的青帝 不仅是百花公的公主 更在河县的四大家族中独树一帜 身为女性领袖 尽管青帝的戏份不多 但徐百慧通过细腻的人物刻画 将其神秘 优雅 智慧和权谋等多重性格特征 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看了徐百慧的表演 你不仅让会为她的造型经验 更为她精湛的演技和对角色的精准把握力所折服 徐百慧的精彩表现 无意为电视剧花间令增添了不少看点 徐百慧虽然算不上倾国倾城的美女 但她那超凡脱俗的气质 却为她赢得了知性美女的称号 尽管徐百慧今年已经41岁了 但依然保持着不错的状态 尤其是衣品也堪称一流 就如《上面》 这张照片中的她身穿的这件淡蓝色衬衫 看似普普通通 却被她穿出了温柔又清新的魅力 你说是吧 4.陈亚希 剧中扮演三姑娘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在花间令中 陈亚希所饰演的三姑娘 无一成为了故事的一大亮点 原以为她不过隐语街上 那个简单的卖兵饮的女子 但真相大白后 我们才知道花灯案的真凶 竟然就是这位看似平凡的三姑娘 三姑娘的真实身份并不是强叔的孩子 而是纪善堂堂主唯一的亲生女儿顾山 这一身份的揭露 不仅让剧情更加扑朔迷离 也让人们对这位三姑娘 产生了更多的好奇与同情 虽然陈亚希在剧中的戏份并不多 但她所饰演的三姑娘 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在剧中那句 我能以女子的身份行走人间 无比畅快的台词 更成为了该剧的经典台词 对于陈亚希的名字 你可能会觉得陌生 但提到父母爱情的童年江亚宁 你一定会感叹一声 不知不觉间 她都长这么大了 如今的陈亚希不仅是演员 而且还成为了健身模特 因为日常的穿搭很随性 所以现代装看起来有点像假小子 五 王可如 剧中扮演郡主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郡主在前面的戏份很少 但扮演者王可如的古装扮相 不仅和角色适配度高 而且举手投足间散发的迷人魅力 让人一眼心动 王可如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曾凭借出演冯小刚电影《芳华》 被观众熟知 看到上面的剧照 你是否想起了她了呢 因为从小学习舞蹈 所以身材和气质都很出挑 让穿上现代装的王可如 尽显高挑 大长腿尤其让人羡慕 你说是吧 六 郑和惠子 剧中扮演杨采薇 毕业于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 郑和惠子在剧中扮演杨采薇 是一名身怀绝技的舞作 尽管身份在世人眼中或许低微 但她却以出类拔萃的技能和坚定的信念 赢得了众人的尊敬 在这部剧中 郑和惠子的颜值 可能因为脸上的伤疤 无法与拘禁一媲美 但凭借着真挚的情感表达 和细腻的演技 郑和惠子在花间令的表现 却收获了观众的一致认可 郑和惠子拥有一张令人难以忘怀的精致脸庞 尤其是那双灵动的大眼睛 仿佛能够洞察人心 让人不禁为之倾倒 感觉她的长发如丝般柔顺 轻轻搭在肩上 与郑和惠子的现代装束相得一张 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年轻与活泼气质 咱就说如此可爱的女生 谁能不喜欢呢 一部《花间令》牵动着观众的心 在关注剧情的同时 一起来说说剧中美女穿上现代装的样子 无疑会让我们对剧中的演员有更多的了解 那么 由刘学义和居静一共同出演的这部剧 你看了吗 《花间令》中的女演员 谁的古装和现代装让你心动呢 《花间令》的宝藏女孩 15岁考入北影 还是混血儿 真是一点没看出 居静一 刘学义主演的《花间令》正在热播中 这部剧一直是热度和争议齐飞 而且演员虽然名气都很一般 但这部剧的配角都还不错 新生代 老戏古都有 演技都还不错 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天师复活案 剧情层层反转 让人意想不到的巅 看似是受害者的陆哀歌 没想到才是凶手 陆哀歌天赋异禀 小小年纪就对古籍方束颇有见解 成为了薛剑离的得力助手 没想到研究方束入了迷 不惜伤人害命来达到让自己和师父长命百岁的目的 被他害死的人各个下场凄惨 没想到看起来柔弱的陆哀歌这么狠 薛剑离发现后 囚禁陆哀歌 其实是在保护他 陆哀歌被男女主意外救出 重获自由后 第一件事竟然是在杀人 为了一个虚无缥缈 能永远和师父在一起的邪术 害了那么多人 真是爱得自私又残忍 陆哀歌妆容很淡 穿着质朴道袍 还真有一些先锋道鼓的感觉 很适合演道姑 只是没想到内心这么残忍邪恶 陆哀歌扮演者叫刘金妍 是一位00后女演员 今年才23岁 在娱乐圈还是一个新人 主演了恋爱微短剧《星动的瞬间》 还主演了一部青春校园剧《我要和你做兄弟》 以及电影《以青春之名》 虽然作品不多 但都是主演 但那些小网剧本来就扑得无声无息 所以知道她的人并不多 还不如她在大火的宁安如梦演配角 更能刷脸熟 在宁安如梦中 她扮演《青天间监政之女》方妙 也是和江雪宁等人一样 一起进宫 给公主神旨一做伴读的大臣之女 看似单纯的方妙 实际上非常的通透 她不去招惹任何人 不想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只热衷于算命 很会保护自己 最后避开了一切争斗 生活照长相精致漂亮 身材高挑 一看就很有个性 那么 你是从哪部剧认识她的呢 做什么事情 我以为她就有好事